Maserati Quattro Porte 于日前正式上市 以598万元的新车售价 立抗同级市场最强竞争对手 Mercedes-Benz S48L Quattro Porte的车市 除了为意大利百年皮革家具 Poldrona Frau打造外 并多处以Redica原木式版打造 营造出高质感的品味氛围 而中控台也标配了 8.4寸的中央触控控制面板 Maserati Quattro Porte 搭载一具3.0升V6涡轮汽油引擎 可输出330匹的最大马力 急速更达到时速263公里 X6M劲敌现身 Mercedes-AMG GLE-63 Coupe 官方规格公开 GLE-63 Coupe除了外观 除了外观承袭了AMG车款的设计风格 并有以复合鸡皮材质包覆的跑车化三幅式方向盘 车室内装也采用了大量碳纤维材质试板 散发浓烈的战斗气息 GLE-63 Coupe 将提供 GLE-63 Coupe 日前于官网上公开了性能新作 GLE-63 Coupe GLE-63 Coupe V8 引擎 搭配8速首自排变速系统 预计可爆发出466.7匹的最大马力 与53.8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Mercedes-benz发表一款可全自动驾驶的概念车 F015 外形极具未来感的F015 采用无逼住车门向外对开方式的设计 车室内有4张可辨识独立座椅 可依需求变化位置 车室内也提供6片大型高解析度的触控荧幕 可侦测乘客手势或眼球移动位置来执行动作 F015概念车的诞生 将会是自动驾驶车量产的重要里程碑 掌握更多汽车情报 请订阅U-CAR影音频道